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们都在猜测1998年敦马哈迪砍掉安华的历史会不会重演 到时慕尤丁穆克利等人是否会被逐出门户呢 新包的头版提醒大家今天开始国内12个收费站不再使用现金付费 到时你车上要是没有一处G通卡 请记得收费站最左边的车道的这个标志 提供驾驶人士购买一处G通卡或者利用大马身份证充值 其他报纸的头版还有新海峡时报 今天再次射出第三支箭 目标就是行动党国会议员潘检伟标题指出 他是一名关键人物 潘检伟承认介绍烧月报告主编克莱尔给DH媒体集团高层认识 但是在他担任公账会委员期间 没有透露过这一方面的消息 今天最多报纸头版的刊登的新闻 就是比起上次在世界杯入选赛 获得10比0的成绩还要丢脸的事情 那就是昨天在沙亚兰体育场 大马足球队以1比2落后杀地阿拉伯时 不负责任的球迷投掷烟雾弹进入球场 造成场面陷入混乱 最后比赛也被迫中断 球员也急忙了离场 最丢脸的是当时轻体部长凯里 仍也在现场目睹一切发生 他随后在推特痛骂组总无法控制球迷 体育场的控制也失败 警方总共逮捕了11名闹市的球迷 来看新闻快讯 国内近期举行的集会副首相莫杂西的作风 可以说是有所不同 早前在4.0集会开始前一天 内政部将Brosis列为非法的违禁品 集会结束后也采取秋后算账的行动 反观了接下来还有一个星期 就要上演的916集会 阿莫杂西却另有一番说辞 他说巫统党员可自行决定是否要出席 因为这是党员的个人权利 政府对916集会没立场 将100%全权交由警方处理 包括集会准令及执法问题 对于有消息指 今天举行的巫统最高理事会会议 将开除一些巫统党员一事 阿莫杂西说他没接获通知 促请大家不要做恶意的揣测 针对大马局内人的报道 执反贪污与彭党主义中心的执行总监 县蒂亚 他以26亿令级政治现金还没解决为理由 拒绝受邀加入国家政治现金资委会一事 首相署部长刘胜全 马上发文告 做出反驳 他说国家政治现金资讯委员会不曾邀请过 针对亚加入 同时刘胜全也声明政治现金委员会不会调查 一马公司的问题 因为一马公司的调查工作已经交由其他机构进行调查 再过两天就是新加坡大选 今天的百格大家奖也特别制作了一个 从新加坡大选谈马星请一节的单元 并邀请了三名嘉宾和你一起谈谈这个课题 别忘了记得留守今天晚上十点的百格大家奖 感谢你的收看